顶着厨师帽 在厨房穿梭往来忙碌的 就是鼎鼎有名的阿巴斯 他不只是电影影食男女 和钟扑塞幕后代劳的大厨 更是有着超强料理功力的 影视界名厨 阿巴斯说起自己的学厨之路 因为爸妈都是从事料理业 可以说是打从娘胎开始学艺 18岁在土城开设清清餐厅 营运至今超过30年 累积许多死忠的老顾客 非常好 我们吃了好多年 这个所写就是清清餐厅 菜色好 又有创新 口味都不错 现在就带小朋友来这边吃东西 东西都还不错吃 里面的设备还不错 还有代客还很亲切 国际知名大厨阿巴斯 坐镇餐厅有口碑 其中以热火油炸小卷 加上熬煮7个小时的蒜蓉酱 做出这一道蒜蓉小卷 再搭配上洋葱櫻桃鸭 瓜丝秋刀鱼和花枝乌鱼籽 这几道冷盘 组合成正电丝小宝 阿巴斯擅长做古早味的大菜 也喜欢融合各式料理风格 这里的秋露菜有着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口感 早期来的时候我在土城做的是台菜海鲜 那做了十年以后 我认为那个七室是家家夫妇 他们都有喜庆宴客 做这个板得是一个可以帮助很多家庭 他们在快乐的时间可以用到这些板得的菜 所以我就把盐花 把我以前小学的日本料理 广东菜 还有海鲜 还有台菜 北投的北投菜都综合在我们餐厅里面 这道五彩芙蓉虾球 更是秋露菜的代表菜色之一 看起来圆满福气的虾球造型 吃得到虾子的鲜味 虾球底下还有嫩如布丁的蒸蛋加分 吃得到大厨配菜的巧思 实际上美食无国界 那我喜爱的东西是客人喜爱的 他们味道他们喜欢的 那我融入我以前的古早味 我喜欢以前老一辈子留下来的那种 饮食的文化和那些古早味 所以我会把一些东西是在北投 在以前所学到的那些老师傅的料理 现在很多的那个料理也都快断层了 而且在新的厨师里面 他们都会把很多的外国的一些无国界料理 来融合我们台湾的料理 那我感觉到还是妈妈的味道 阿嬷的味道是最好的 每一道菜都有阿巴士的创新 加上要勾扎笔的用心 像是这一道五味多宝鱼 摆盘华丽 不只有艳客大菜的气势 炸的酥脆的鱼肉沾上五味酱 很容易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在这里还有一道飘伤三十年以上 不退流行的佛跳墙 十三种内容物包括了鲍鱼 豬脚等丰硕的内馅 不仅仅是反得为必点大菜 更是每年过年热销超过上千钟的必吃好味 大家都以为佛跳墙是福州菜 也是我们讲的说福建的菜 但是从以前早期的福建菜传到台湾的时候 六七十年了 在这六十年里内 我们已经把它改良成为台湾了 因为我们没有大陆的一些食材 所以我们都用台湾的所有食材 里面有十三种材料 那我们那个汤头也用我们台湾的一些调味料 下去把它调出来 也有十三种的配方 把它煮出一个十三十三的比例 来做出一个台湾味的佛跳墙 对阿发师来说 学过广东菜 日本料理 厨艺已经是一门无国界的饮食专业 而饮食与食俱进的行业需要实时创新 同时搭配它擅长的沟渣比料理 让这里的美食成为饕客的最好饗宴 中家新闻林六六樊钢 土城报道